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我最近看到 这个是美国所公布的数字 这是美国所公布的数字 就是呢 在去年的9月开始 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 从2020到2021年 我请我们的同事做的是 过去这两年 那么中国大陆所持有的 美国债券的数量 这个是在外汇储备当中呢 所具备的 你会发现 当然在这个前年底 到去年初的时候 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 然后拜登当选的那一段期间 其实中国大陆有增加持有美国债券 但是从这个去年的3月开始 中国大陆就开始快速减持 就是当大家在阿拉斯加炒完价之后 对就开始减持 就开始卖 就一直卖 一直卖 除了 你跟我吵架 我就卖 对 除了7月份呢 他小幅的增加了65亿美元之外呢 你就会看到他一路卖 但是9月开始又逆转了 你跟我讲话了 我就开始买 9月的时候呢 其实还不多 只有增加5亿美元 可是10月的时候呢 是179亿美元 到了12月的时候是150 11月的时候是154亿美元 当然美国的数字都很慢 他所以他可能就会是 12月要等到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公布 要等到2月才会公布 所以12月的数字要等到2月才会公布 然后今年1月要等到3月才会公布 我实在对于美国这些经济数据 这么晚才公布 我实在不能够理解 但无论如何 9月10月11月 这个美国所持有的美国债券数量 他就一个我觉得他基本上呢 政治性远大于经济性 因为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就在一次 因为你明明看到 美国是要升息的 去年9月10月11月12月 我们都知道说美国要升息的 美国要升息 美国债券价格是会往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会跑去买美国债券呢 我想你过去这几个月 你接收到的投资资讯 都是跟你讲说 先避开政府公债吧 那他为什么连续三个月要买呢 那当因为我们政治评论做多了嘛 就第一个就会联想到说 哎呀9月他还记得吗 拜登突然打电话给习近平 然后紧接着10月 双方视讯通话了 9月他就把孟晚舟放 对然后就把孟晚舟 对对对9月之后 打完电话之后孟晚舟也放了 15天孟晚舟就回家了 对所以你觉得这个是 金融操作的采购呢 还是政治采购 我觉得当然你说以他 以他真真持的金额 那常态来讲啦 就是说 中国因为他现在是个经济强 强权 外贸的超级强权 因为外贸的超级强权 所以他的他的国际的支付的 那个总量非常的惊人 非常惊人 所以他导致呢 他在两个数字上面啊 是其他国家没办法想里面 一个就是超高的外汇储备 他3.6兆吧 的外汇储备 跟第二名第三名 遥遥的领先 再来就是说呢 他对美国的公债的持有 其实我们刚固然看到 那个那曲线上上下下 可是老实说你整体来看 他都维持在一兆美元以上 嗯嗯 其实都在一兆美元 高点也也不过就 一兆一千亿多 所以他现在又又接近了 历史高点的附近 他即使美国 不管他利率怎么 他其实大概都在这个水平 没有差很多啦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面子 就是Savizu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固定的部位 对于对大陆到底 要把钱放在哪里来讲 那美战的是一个 是一个固定的部位 有有些方面就像 那也是那也是一种的交心 我买你的公债买美债 那也是交交心的一部分 不过实际上面 对于美国的货币面 或者对于他的金融面的影响 以他现在增持的这个量 你说一百多亿一百多亿的增值 除非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爆发性的水平 否则我认为他就是 两国之间的信心指标而已 这当然是一种观点 可是呢我们再来看 因为全世界持有美国债券 最多的其实是日本 日本在2020年超越了中国大陆 在2019年超越了中国大陆 变成全世界美国最大的债主之后 你看同时期 你去做对比 日本那就是买多卖少 是啊 中国大陆其实在2020到2021是 卖多买少 而日本是买多卖少 那日本更交心了 是啊 日本是啊 可是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美国的政府债务总额 从2018年一直到2021年 这里面你看到过去这两年 他那个美国债务总额 从两兆三千多亿 然后一路狂飙到两 我看一下不对 不是两兆 从二十二十三兆到二十九兆 二十九兆 二十三兆到二十九兆 增加了六兆多 增加幅度这么的多 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总额 债务总额是增加的 美国 中国大陆控制他的债务 是不增加的 反而是有微幅的减少的 那占整个债务的比例 就是减少的 日本很认真的要赶上 美国债务成长的幅度 但中国大陆其实是倾向减少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想要减少 对美国公债的投资这件事情 这个方向 我认为是蛮明确的 如果不是去年九月十月十一月的 这个反展的话 我认为他随时跌破一兆都是有可能的 本来按照那个趋势 是他快要跌破一兆了 对了 但就看他的 看他钱要放哪里了 另外他也是一个 就我只有一个国家的外债 其实是对那个国家的 另外一种的影响力 那这种的影响力呢 在大国谈判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可以发生一些的作用 他可以做一做姿态 他也可以呢表达我的立场 那当然相对于像俄罗斯这种呢 把美美债呢 尽可能都卖掉的 他当然非卖不可 你都已经制裁我了 我不能再使用你的美元了 没有错 所以所以就是他 他代表了就是两个国家 你拿这个地方去 中国跟俄罗斯跟美债之间的关系 你就知道美国对俄罗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终究是不一样的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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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